你好 這個湖很高 旁邊的風景, 好像畫似的 丹姐径刚好在湖旁边很舒服 这里原本没有湖 人工的 做得像琵琶一样 不是的 天然的 你又说不存在 又说天然 应该才行 因为本来水的出口位被阻塞了 而地下的涌泉就不停地冒出来 那便形成了这个湖 因为湖水是地下泉水的关系 所以它叫做活水湖 而且经常有路斯来这里棲息 有人叫它路斯湖 这里亦是珍贵的湿地 有很多台湾原生的淡水雨 都是在湖里生活 所以琵琶湖这里 亦是研究生态想要的出名的地方 现在这里是一个很出名的散步 和踩单车的地方 我觉得一边做运动 一边拥抱大自然 都很放松 一边拥抱大自然 一边拥抱大自然 就是一边拥抱大自然 在这边 gay 和大自然的宿主 你看这里的环境如此舒服 我也很羡慕住在这里的人 希望自己都可以 一两个星期 对呀 这边是当地人 想揭入大自然淮泡的热门地方 如果春天來到,周邊你會看到很漂亮的油菜花田 大波池是這裡出名的風景區 其實大波是池塘的意思 附近的農民是靠這些池水灌溉 現在這裡也叫做池上 池上很多人都認識 因為池上米很出名 據說日本人統治的時候 日本人都會專程來秀池上鄉村民 在大波池捉回來的魚蝦 現在很多鳥飛來沼澤區覓食 在冬天統計成102種鳥 看到這麼漂亮的稻田,這麼漂亮的米 很想吃飯 魚米之香就是魚米之香 那邊有魚,這邊有稻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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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